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详细谈一谈抽象分析模式 抽象分析模式是在算法面试中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寻找问题解决方向 或问题突破口的思维办法 在算法面试中最可怕的情况就是感觉无处着手 我们本章要探寻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拿到问题之后我们怎样想才能更好更快的分析出问题的着眼点 第一个办法抽象分析的第一个分类就是样力分析 样力分析是指将问题分解成若干种样力 然后对每一种样力的情况进行分析 所有的样力都分析完毕了之后 问题自然就可以得以解决了 样力的选择不需要很多 但需要尽可能的覆盖问题的整个领域 举个具体的例子 要证明n的立方 n的立方模3 它的指余 它的余数的结果只能是0 1或8 那么要证明这个等次的话 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n分解成三种样力 分别是n等于3m n等于3m加1 n等于3m加2 那么然后把每一种样力的具体情况 套入到这个公式中 然后计算一下 看结果是不是只能是0 1 8 那么由于我们给定了这里面的三种样力中 每一种样力套入公式去聚散的话 都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都能够证明他们的余数只能是0 1 8 由于n只能取这三种情况的值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无论n取任何值 这个等式都是可以满足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分析了三种具体样力的之后 每一种样力都能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进而能够自然的推导出 由于我们的样力都覆盖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证明的领域 所以当每一个样力都成立了之后 我们最后自然而能的推导出问题是能成立的 那么这种办法我们就叫做样力分析法 实际上样力分析法是从一个抽象到一个具体的过程 那么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在后面的抽象分析方法中 我们还会反复的运用 大家可以接着往下看 那么第二种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抽象分析模式 叫做小数量的数据分析 在这种方法在算法面试中 其实是最常用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那么我们如果直接从逻辑上 对问题进水推导 感觉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数量小 实力样本带入到问题中 看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思路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走廊上有500扇门 编号分别是1到500 如果第一个人走过走廊 然后打开每扇门 第二个人走过走廊 然后把编号为246 也就是编号为2的 这个所有的门都关上 就这样 那么第1个人经过时 把编号为I2I3I 也就是I的倍数的门 他们这些门的状态给取反 也就是如果门是关着的 那么就打开 如果是打开的 那就关上 那么试问第500个人走过之后 还有多少扇门是开着的 这个问题如果要直接进行 这个抽象上的分析推导的话 要得出答案是相当困难的 但如果我们用一些具体的 小数量的实力来分析一下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得到有效的线索 例如我们看一看 如果门的数量分别是 1 2 3 4 10和20 那么把这些数据带入到题目中 做相应的操作之后 由于这里面这个数量很小 那么在按照题目中 带入到题目中 做相关的操作 所需要的这个运算量也不大 那么把这些数据带入到题目中 经过操作后 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的结果是这样的 如果门的数量是1 2 3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可能有一扇门是开着的 如果门的数量是4的话 那么可能有最后就有4扇门是开着的 如果门的数量是10的话 最后有9扇门是开着的 如果是20的话 那么最后有16扇门是开着的 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抽象抽象出一些规律的话 那么这个门开着的数量是1的平方 2的平方 3的平方和4的平方 那么我们就隐含的是有察觉的到 那么在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最终答案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存在 那么不管门的总共数量是多少 经过反复的运算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最终开着的门的数量保持着上面这种规律 也就是开着门的数量接近于总数量的完全平方数 那么如果我们那么如果总共是500扇门的话 那么500的开平方是22 那么22的平方是484 也就是说接近500的完全平方数是484 因此我们得出总数为是500扇门的话 最后开着的门的数量是484 对于这道题 大家如果直接把这个门的数量当做一个变量来分析的话 要得出这个答案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把这里面的变量使用一些小样板的数据套进去 然后看得到的结果 从最终结果中抽出抽取规律的话 那么得到答案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就称之为小数量的数据分析法 OK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叫做简单方案的逐步改进法 很多算法面试题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找到一种简单 但是这个时间效率不好的算法的 例如前几节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暴力为局法 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那么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先对这个问题找到简单 但是效率可能不是很好的算法 然后再在这个可行的办法之上 再进行相应的改进 我们仍然看一个例子 如果给你一个N个元素的数组 让你写一个函数 将A中的元素重新排列之后 得到新的数组B 使得这个B有以下的特点 B0要小于等于B1 大于等于B2小于等于B3 那么就这么个传换下去 那么也就是说得到最终这个B中 B的数组中 它的这个数组元素具备这种排列特点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个简单有效 但是这个效率不高的办法是 我们先将这个数组A进行降续排列 然后对排列后的元素两两交换 我们给一个具体实例 假定这个A的元素 如下面是134一直到10 那么降续排列了之后 是1987一直降到1 于是降续排列了之后 我们再两两将这个元素两两交换 10和9交换 那么8和7交换 6和5交换 4和3交换 1和2交换 那么换完之后 这个数组就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由于这个排序的时间复杂 都是O的N乘以LogN 所以上面这个算法呢 最终的时间复杂都是N乘以LogN 那么在一个已经给定了 可解决的方案之上 我们就要想办法 对这个方案进行改进 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那么如何改进呢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数组的中位数 中位数就是指数组排序后 正好处于中间的那个元素 大家看这里面排序好的数组之后 处于中间的元素 我们可以认为是5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6 这没关系 那么假定我们认为这个中位数是5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呢 找到这个中位数5之后 我们把这个数组的元素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小于这个中位数的 一部分是大于这个中位数的 然后将两部分的元素交叉组合就可以了 我们以上面这个例子为例 A的中位数是5 于是数组分成了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13425 后半部分是86790 然后那么就在这两部分中 两两交叉配对 一和8配对 三和6配对 四和7配对 二和9配对 五和10配对 最后得到的这个数组 也可以满足这个B的 这题目中要求的这个数组B的要 这个元素排列的要求 OK 那么查找中位数的时间复杂度是ON 那么怎么查找中位数呢 这个算法在后面 我们会进行详细的介绍 那么因此要查找中位数 然后再进行中位数 查找之后 把通过中位数把数字分成两部分 然后两两配对 那么这每一个步骤 它的这个时间算法复杂度都是ON 因此总体的算法复杂度是ON 也就是一次线性的 ON的话 我们就比前面这个N乘以logN 就提高了一个提高了一个层级 那么这是一次改进后 得到了一个优化的结果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如果将这个数组便利一次 如果便利的时候 假设I是这个便利的数组 数组元素的下标 但I是偶数的时候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AI满足 AI大于这个AI加一 那么我们就交换AI和AI加一 如果I是基数 那么并且AI小于AI加一的话 我们就交换这个AI和AI加一 那么这么操作了之后 最终我们也能达到相满足条件的这个结果 那么虽然我们在这里面需要进行一次便利 便利一次的话 时间的复杂度 如果是N个元素的话 时间的复杂度仍然是ON 那么虽然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效率跟上一个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改进在于哪呢 改进在于这个代码非常容易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三行 这几行代码就可以能够实现这个题目提出的要求 那么如果是以上面这种办法的话 要查找中位数的时候 这个算法的实现就比较复杂了 因此这种改进的话 就是这个实现上得到了巨大的改进 那么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实现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简化 那么在这个算法面试中是一个很高的 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得分点 OK 那么这种办法呢 我们就称为着部改进法 在一个可行的办法上 着部改进着部优化 最后得到一个效率和实现都更好的办法 我们就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就称作简单方案的着部改进法 OK 我们大家再往后看一看 那么下一种这个抽象的分析模式呢 叫做问题还原法 那么问题还原这种 这种想法呢 不大 在面试中不大容易去 一开始就容易想到 那么在我们课程后面的 经过我们课程后面的多次训练之后 我相信大家能够比较稳定的去掌握这种办法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问题还原法呢 在面试算法题中 有不少情况下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给定两个字符串 判断第一个字符串是否是第二个字符串的倒转 例如那么我们给定的一个字符串是CAR 它的倒转可以是ARC 也就是把这个C掉到倒转的后面去 也可以是RCA 也就是把这个C倒转到R的后面 然后再把这个A再倒转的后面就得到RCA这种结果 那么我们要判断第一个字符串是不是第二个字符串的倒转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将原字符串在每个字符串的位置开始倒转 然后倒转后的字符串跟给定的字符串匹配 例如我们要看这个CAR是不是这个RCA的倒转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C倒到后面去 变成ARC 然后变成ARC之后再跟这个RCA匹配一下 发现匹配不了 那么在这个ARC的基础上 再把这个A放到后面去得到RCA 然后再跟这个字符串匹配 这回发现匹配的上了 于是我们就得到结论 RCA是这个CAR的倒转 但是这种做法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实际上是一个ON的平方 因为我们这个假设这个字符串的场有N个字符的话 那么这个倒转的情况可能就有N种 也就是说把每一次把这个开头的字符倒转到后尾 那么由于这个字符串长度有N个 所以我们可以有N次倒转的办法 那么每倒转一次之后就要进行一个字符串的这个匹配操作 匹配对比操作 那么两个字符串长度为N的字符串去匹配看是否相等的话 由于就需要一个一个字符的比较 那么N个字符的话就比较N次 所以两个字符串比较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复杂度是ON 这样的话两个ON连在一起相成的话 最后得到的时间复杂度就是ON的平方了 那么我们如果通过这个问题还原的思路 看看这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还原之后 其本质实际上是字符串的匹配 也就是给定字符串S 要判断S是否是字符串T的指字符串 那么字符串的匹配 它的算法复杂度是可以达到ON的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还原成 把这个判断字符串倒转的问题 还原成里面所说的这个字符串查找指串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给定的字符串首尾相连 然后判断第一个字符串是否是首尾相连后 相连后的新字符串的指串 如果是的话 那么第二个字符串就是第一个字符串的倒转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是倒转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 例如这个ARC首尾相连之后 得到的这个结果是ARC 而这个卡呢 正好是前面这个字符串的指串 所以这个ARC呢 是这个卡的倒转 这样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相当于把一个问题还原到了另一个问题 把这个判断字符串是否倒转的问题 就还原到了一个查找字符串 指串的问题 由于查找字符串的指串有好的算法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能够得到判断这个两个字符串 是否是倒转的 这个也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方法了 当然了这种问题还原法是比较难 一开始的话是比较难看得通的 也就是说我们还能从第一眼这个问题直接把它还原成这个字符串球 指串的问题 这就需要在我们后面需要长时间的一定量的这个算法设计的这个训练 那么有足够的训练之后我们就有足够的这个知识积累 从这个问题中看到它的本质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原法也是在这个算法面试中时常用到的一种分析模式 OK我们再往后看一下 往后看一下下一种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呢 叫做图论模拟法 那么画图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对问题进行推导 或者是思考的一种很好的辅助方式 同理如果我们给定了这个问题能够转化为图论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去套用图论的算法去解决给定的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实例 假定我们给定一组可以相互转换汇率的货币 然后让你决定是否存在这个汇率的套利空间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定一种货币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货币交易之后 最后换回到原来的货币时 所得的币值就比交换钱要高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汇率表 这里面是一个二维汇率表 那么给定这组汇率表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到一个这个套利路径 也就是一美元去换这个通过这个汇率换成欧元 欧元再换成这个这个法克 然后法克再换成这个是日元 日元最后再换回来到这个美元 大家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欧元 一美元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交换之后 最后换得的是1.0003856这么多的这个美元 那么这样的话走过一次之后 这个每1美元的价值就增长了 经过一系列套 经过一系列转换之后 这个每1美元得到了一个更多的这个价值的美元 那么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货币的这个 这个交换的这个路径 我们就称之为套利路径 那么这里面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转换成一个图论的问题 每一种货币呢就对应于一个图中的一个节点 货币间的相对的这个 相互的汇率 我们取一个对数 作为点一点间的这个点一点间这个边的距离 于是这个问题就转化为是否找到一个环 使得环的距离之何为正数 OK大家最后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里面的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这个 每一个货币作为这个一个图的节点 货币每一个节点之间都有这个相互联通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间的距离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汇率的这个 转化汇率的这个数值取对数 作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找一个环 使得这个环的这个路径总和是正数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呢 在图论中呢 求得这样的环的话 我们在图论中有一个算法叫贝尔曼福的算法 那么这个图论的具体算法在后面 我们会给出详细的分析 那也就是说我们给出一个这个问题 把它转化为图论的问题之后 利用图论中的经典算法就可以解决这个具体问题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叫做图论模拟 这个图论模拟出现的情况是相当多的 也就是说有很多问题 我们都可以转化成图论中的问题去解决 因此这种思想大家要 大家要有一个印象 在算法面试中时常是可以用得上的 OK 以上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节所强调的这个抽象思维的方法 在这里面我们只是进行倾听点水的给大家点一下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每一种这个思维方法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进行足够数量的顺练 使得大家能够扎实的掌握我们这一节所讲过的每一种抽象方法 当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呢 如果一开始想不到突破口或着眼点 就不如将我们本节所说过的方法 替入到这个问题中看一看 一般而言算法面试题的难度有限 因此题目的思路 它的范围不会太宽 也不会太复杂 那么将我们所说的方法套入到题目的话 得到有效线索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在这里面我们所讲到的每一种分析方法 在后面我们的课程中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拆解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这个算法课程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室里 谢谢大家